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基督徒非常需要加强的 所以说我们特别来去讨论一则台湾的娱乐行文 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一起发光还有小甜甜的这个事情 不知道大家是不知道一起发光的 其实就是台湾的一个艺人基督徒的群体吧 然后他们是教会 然后他们也会有各种布道会 那小甜甜呢就是 如果大家要是小的时候看过康熙来了 那小甜甜就是曾经上过康熙来了 我也是因为小的时候看过康熙来 所以我知道有他这个人 那他也是在他们这个教会里面聚会的一个教会的成员 那其实呢 我们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相信所有看新闻的朋友 大概都不是很知道到底发生什么 因为的确是 所有记者的文笔也不是很好 新闻写的不清不楚 而且所有的新闻台互相抄袭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就大概看到目前为止 新闻爆出来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事情 大概讲一下就好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我们要讨论的也不是到底小甜甜对 还是教会对 我们只是针对在这个事件里面 我们看到的基督徒的盲点 还有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那这个事情呢是怎么发生的呢 就是这个小甜甜啊 他发出一个声明 说他离开了教会 根据网路上的报道 是这样说的 说是因为教会呢 他们有一部自制的剧 叫做幸福宅一起 小甜甜呢本来也有参演 但是呢他角色被换掉 引发起了这样一个争议 事后呢他就退出了这一个教会 那这个教会呢 牧师叫宋一鸣 也是艺人是不是 对他我小时候常看他的影片 他好像就是专门演那种 白白净净的那种小声的那种感觉 都是男主角 他是一个算是很有名的一个演员吧 对反正台湾很多演员 其实我都不太认识 所以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大家应该能够了解到 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少 说一个人我不认识一个 所以我就想说这都谁呀 对那之后呢 不光这个艺人小甜甜哈 他发来一个声明说 我离开了教会 然后他只要一发这个声明 就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很多人就开始说一些 有的没的很多的东西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在教会这一方面 就是宋一鸣他是牧师 从教会的这个立场 他也发出了一篇声明来澄清 在他发出这个声明里面呢 我有读 我看了一下 反正他在里面讲 就说他们拍的这个戏 算是服饰 就他跟世界上演员拍戏 是不一样的 就不是说我跟你谈 我价钱我要你来 不是这个其实是一个 教会要出的一个服饰的 这样一个侍奉的东西 那在这之前 他们就跟所有的议员朋友 就说大家都是教会里的人 那如果要是有 发现服饰的过程中 比如说有发现 你们有不圣洁 或者等等等等 就是这方面的事情的话 那你的角色就要被拿掉 就是你不能进到 这样一个祭坛的侍奉里面 说在开始之前 都讲得很清楚 但是呢 他们就发现 小甜甜他的私生活 出了很大的状况 而且呢 他有一些人事方面的问题 就是他们在小组里面呢 他造成了很多 人际关系上的是非 所以呢 他们最后就决定 就是说 想把他这个服饰给拿下来 那当然呢 出了问题之后 这个声明里面是写好 出了问题之后 经过多方的劝导 然后发现沟通无果 他也不想要悔改 他也不听劝戒 所以就只能把他的服饰给暂停了 那这个就是 教会方面出来的 这样一个成型的东西 引发了所有的人 就是全台湾不知道有多少的人 然后呢 所有的艺人开始力挺小甜甜 然后包括很多网友 那其中出现了很多夸张的言论 让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 是多么不了解自己的信仰 那虽然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东西 但是 透过这件事情 我们是可以有一些讨论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我们自己的弱点 还有我们现在教会的处境 嗯对 那在整个世界里面呢 就是牵扯出来很多艺人了 那个有名的也好 没名的也好 反正我都不认识 对 很多我都不认识 你也不认识啊 对 很多艺人都出来 包括像那个 阿Ben 还有徐小可 这对夫妻 这对夫妻 我之前有见过他们 在洛杉矶的时候 对 我有见过他们 但是那个时候 我也完全不知道 他俩到底是谁 我只是觉得说 就这人怎么讲话 一直开黄枪 对 然后我就当时 我就尴尬到无地自容 那个时候 当时你也没信 我也没信住 但是我都已经觉得 他们讲话的那种 就让我觉得 很尴尬 然后很恶心 然后我就想到说 台湾很多艺人都是这样 是 就是你只要看到 台湾那些综艺节目 很多人就是完全 没有任何底线 他们就把所有性生活的东西 全部都拿出来讲 对 当时还是身为一个年轻的我 我就是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 那个时候是觉得非常尴尬 那到后来 听说 就我看到新闻 说他们两个 在一起发光 受洗了 那个时候我也变成基督徒 然后我也感觉到很开心 我想说 那他们的生命 应该有转变吧 那当然这个事件里面 他们两个也有发生 就是说他们 离开了这个教会 然后离开了之后 感觉到很庆幸 就是说还好脱离了这个教会 那还有很多艺人 在这里面讲到了 说十一奉献的问题 包括阿奔跟徐小可 也讲到十一奉献的问题 新闻 稿里面是这样写 说阿奔跟徐小可 为教会奉献了超过百万以上的奉献 然后就连小甜甜 也超过了十万以上的奉献 但是没想到 竟落得如此下场 然后包括里面有很多艺人朋友 就说 我没有时间去聚会 他们就一直 胆话叫我去聚会 然后我去了之后 就拿奉献袋 在我们面前晃 然后怎么能 就是说到收奉献的时候 就是说让交奉献 然后他们觉得这样 就很尴尬 然后很不开心 就是针对教会 要十一奉献的这一点 更是有人还说 说他们教会是强迫十一奉献 然后提出了一些方案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没钱 没关系 你可以先贷款 贷款十一奉献 对 那这样的言论 你就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 哪个教会说让人可以 什么贷款十一奉献之类的 那这个真假 我们就不去讨论 因为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说 十一奉献这个东西 应不应该是强迫的 还有就是基督徒 到底是不是要十一奉献 或者就是说我要你 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是不是一件 非常过分的事情 那对我来讲 这个我之前有做过 很多次这样的主题 十一奉献不可能是强迫的 因为你的钱就是你的钱 你的教会如果叫你要十一奉献 然后你就是说 我就是不十一奉献的话 教会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也没太想明白 就是教会到底咋强迫你 就是说 给钱 然后拿着刀子 对 掐着你脖子 我知道有强迫的 像说摩门教 你去拍摩门教的纪录片的时候 他会随时有一个长老 跟在你要拍的那个人后面 然后你要问什么东西的话 他会随时介入 就是他们会找一个人 随时跟着你的私生活 然后像说东方闪电 他们也就是会控制你的家人 像说你一定要给我们钱 然后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要为了神去做这些奉献 你才可以什么安全 他等于是用威胁的一个方式来去做的 那这个样子就真的威胁 那我不觉得宋一鸣的教会是这个样子在威胁人 我个人 对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就算是异端嘛 就你刚才讲的说什么东方闪电这种 他是会用你家人 或者是有些人就会用一些 比如说恐吓的方式 就是说如果你不十一奉献 你就不能进天堂 或者等等等等 就是这些说法也是会有 但是这种应该都属于是异端的 那个范围之内吧 因为他不在真理里面 那我个人认为十一奉献是必要的 我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觉得我们的钱财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我们钱财是属于神的 然后是神给我们 让我们投资我们自己的人生 让可以变得更多 让变得可以更丰盛 我觉得基督徒有义务要十一奉献 但是不能被强迫 如果你今天就是给的很不爽的话 如果你今天就是你身为基督徒 然后你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不想给十一奉献 十一奉献怎样怎样怎样 这烂教会什么什么 我干嘛要那个 那就表示说 你或许还没有完全了解圣经里面的真谛 然后不了解金钱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什么 然后不了解你的人生 到底跟天国有任何的关系 然后你不知道 就是钱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这么重要 如果说你的生命转变了 你会非常愿意的 去把这十分之一的你的财富给教会 我们的收入不是很高 可以说是很低的 这是低于美国的这个平均收入水平 这个贫穷线的 但是我们都还是有十一奉献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们要给 基本上我觉得不应该是算是奉献吧 奉献等于算是一个牺牲 对我来说是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很不愿意的话 那就表示说你还不了解十一奉献是为了什么 那你就不要十一奉献 世界上的人 对于十一奉献存有怀疑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 就像我没信主之前也是 对 每个人都怀疑过 对 因为你想你去不管你拜什么东西了 你去一个佛堂 人家会管你要香火钱 对不对 有的就说 哎呀 看你成心了 看你投多少了 但是很多那种 你去佛堂之前 门口还会有收门票的地方 然后卖你那一束香要多少钱 反正就各种收费了 对吧 那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那基督教他有教堂 他肯定也得收钱呢 那那个佛教他们收钱 这啥教都得收钱吧 所以我当时就问九徒 我说 你们今天的教堂给多少钱 然后有个基督跟我讲说 哦 我们是十一奉献 我说什么叫十一奉献 然后他说 就是收入的十分之一 当做奉献 我说收入的十分之一 收入十分之一 我算一下 我说那么多哎 我说教堂还有要求 说你要给多少钱 我说你们一点也不包容 我说你们这就是 明明就是抢钱 对吧 你来就来好了 你还规定要给多少钱 你才能来 你看人家佛教 你给两块是两块 你就自己往箱里头 对吧 人家也不去查 人家也没要求 你们怎么就大言不惨的敢说 我就是要你收入的十分之一 胆是真大呀 刚开始我想的 后来呢 我收洗了 被神感动了 收洗了之后 我去教会 我还是不给十一奉献 我当时就想说 怎么着都行 就你如果说我吃你饭了 我可以给你饭钱 你让我再交别钱 我不交 我当时就想说 我就是看看 我如果不交 教会里的人会不会对我有意见 后来发现 过了几个月 根本没人理你 根本没人理我 对 大家就是把你当成普通的人 就普通人 就是也 他们根本就不care 我到底给钱不给钱 我一分钱都没给过 然后我吃了教会好多饭 我当时想说 奇怪 就是如果他们让我进来是为了收我钱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忍耐这么久 就我都不交钱 对吧 然后他们还对我都很好 然后牧师师父还是很关照我 就是大家都对我很好 这是为什么 然后为什么还给我饭吃 然后为什么就是我走的时候 告诉我说 多拿几盒饭拿回去 就是怎么会是这样 后来我就慢慢了解十一奉献到底是什么 如果要是你在这里问说 基督徒是不是要十一奉献的话 那圣经里面就是有非常明确的律法的要求 因为神知道呢 就对人来讲 你甘心乐意的把钱给出来 是一些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在社会上都知道赚钱不容易 对吧 所以呢 神甚至都允许人说 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要不要试验我一下 他这里说 说你们要将当那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请服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动 所以我刚开始跨出十一奉献的这一步 我就是想试一试 我跟神说 我说我就试试你啊 我说这钱我就给你了 我就不当我很心疼 我就试一试你 你给不给我敞开天上的窗户 我第一次我就是这样试了 结果就敞开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 包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 他们现在在讲说 教会要十一奉献 他们觉得很不高兴啊 就是这些艺人的基督徒 他们很不高兴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你到底有没有经历到神了 你有没有经历到神的信实跟应许 很多人呢 就是一旦开始了十一奉献 就像我 一旦开始了之后 就一辈子都会十一奉献 而且甚至是超过十分之一 因为我们经历到了神的话语的信实 所以我们奉献 其实就是对于神恩典的一个回应啊 像历代志这里说 说我们的神呢 现在我们称谢你 赞美你荣耀的名 我算什么 我的名算什么 竟如此乐意奉献 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 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这个是大卫说的话 所以大卫 当时是相当有思想的 他对这个十一奉献的方面 是没有什么那个 就是我们对于奉献的这个想法 是跟世界是不一样的 对 神不是我们的神恩精灵 不是说今天我给了十一奉献 神就会成就我的愿望 或是怎么样之类的 那十一奉献这东西 我说真的 我不是在鼓励基督徒不要十一奉献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不想给十一奉献的话 那是你跟神的事情 你跟神的关系要好 你会愿意亲自的去把自己的所有给神的时候 这才是真正我们要去做到的事情 十一奉献的确是一个旧约的律法 但是你知道在新约的律法是什么吗 新约的律法你是要全人全心 你是要全 你要百分之一百把你自己给神的 OK 不止十分之一 你是要百分之一百 你的所有都是神的 这是你跟神心的约定 十一奉献是你跟神的关系 然后你愿不愿意顺服神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就像你说的 说耶稣要我们全人全心都都献上 我们连收入的 他给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 我们都吝啬都不愿意给 你不需要谈什么全心全意的奉上了 如果这个十一奉献的这个门槛都还没过的话 这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接受的问题 如果十一奉献这个门槛还没过 回去重新学极药真理 回去重新去那个从最根本的地方 去建造你自己读经祷告 你什么时候这个门槛跨过了 你才是一个小小小小的进步 才能够慢慢的谈到你这个离服事审还太远了 离全人线上还太远了 所以别的问题都不要谈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些义人 很多时候说义人当基督徒 我们希望他们起到好的作用 希望能够领更多人信主 但是如果说一个义人基督徒 信主了都一段时间 还是搞不清楚十一奉献 现在还出来说 教会是十一奉献怎么怎么样 你为什么要说你自己是基督徒 你不能说你受洗人 你就说你是基督徒 你被神感动过 你就是基督徒 基督徒最起码要明白 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 然后你要配合着神的话 你去做谁要你做的事情 心意更新而变化 对啊 OK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原谅人七十个七次 小天天透过IG发文 然后就是双手比爱心的画面 然后上面说 其实原谅不是七次 而是七十七次 所以我还有很多必要的宽恕 只要你说诚实话 用着善良的心 那你所看见的都是 一闪一闪亮晶晶 那首先我要这边讲就是 小天天很明显的是 没有读过 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过圣经 或者是连字面上都没有 是说七十七次 而是说七十个七次 OK 数字又算错了 对对对就是七乘以七 对对对四百九十次 OK等于说就是 他好像觉得说 他自己可以有犯罪的一个quota 这上面讲说 那个一开始就是宋一鸣说 小甜甜私生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小甜甜私生活 有没有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从他这一段话里面 看得出来 他是了解自己有犯罪的 他是了解自己有过错的 只是他觉得说 这个错误还可以有 七十七次 这是一个很多基督徒的一个误解 就觉得说好像他犯罪没问题 他还有七十个七次 对不对 有四百九十次 我可以犯奸淫四百九十次 对不对 我每天犯奸淫还可以犯一点半 但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七十个七十四百九十次 不是一个次数 对 他不是真的讲四百九十次 对 他是说你要无限的原谅别人 只要那个人悔改 你就要原谅 只要那个人真心诚意的悔改 只要那个人觉得说 我自己做错了 我现在要回到神的面前 你这个当牧师的 或是当什么的 你当基督徒 你就是要原谅他 然后让他回到神的家里面 你不可以就是隔绝他 但他要真心的悔改 但是我们对自己 是不可以原谅七十个七次的 我们犯罪的当下 我们就是要认罪悔改 我们一次都不能原谅自己 我们必须要每一次犯罪 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悔改 然后说我们要做得更好 我们不能再被罪捆绑 我们一次都不能原谅自己 而小甜甜在这边最大的问题 还有很多基督徒最大的问题 就觉得说 我还有四百九十次 可以去搞这些东西 但是不是的 小甜甜现在所有的东西 他就是要马上认罪悔改 没有什么七十七次 或是七十个七次 但是很多基督徒 非基督徒全部都说 你基督徒没有爱心 你们那个不是说要原谅人吗 为什么就这样 怎么怎么样 有罪了 为什么要说出来 等等等等 这个是基督徒不能原谅罪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并不是说 他是我的朋友 所以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他是我的朋友 所以他就算犯罪 我也要挺他 你那时候在害他 不是在帮他 对啊 七十个七次 代表说你当别人犯罪的时候 你一定要无条件的去原谅 只要他认罪悔改 最重要的是认罪悔改 不是说他应该要原谅 原谅自己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了 我做任何事情 我都可以找很多理由说 你看都是别人的错 什么什么什么 我自己都没有错 原谅自己是会让自己越来越软弱 让所有东西变得越来越糟糕 但是原谅别人 是会建立别人 然后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 是可以建造他个人的信心 他这一次透过神 然后他可以战胜自己的欲望 或是什么之类的 他下一次 他就会更有信心的去战胜 他自己的欲望 所以说原谅别人是有必要的 七十个七次是有必要的 但是不是对自己 那还有一个 其实他们这次发生争端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从新闻稿里面看来 就是教会撤了他的服饰 那撤了他服饰 就是说他们这一次拍的这个剧 然后把它从里面拿下来了 很多人就觉得说凭什么 为什么 如果要从世界人的角度来讲 就说他是有什么利益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把它拿下来 但其实如果要是从教会发的声明来讲 你可以看 他其实就是一个服饰上面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经济合约拍戏的问题 它是一个教会里面的问题 教会是不是有资格撤掉某个人的服饰 如果觉得这个人的状况 还有私生活 还有他的属灵生命 并不是很OK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去撤掉他的服饰 我个人认为是100%可以的 但是要确定 你不能就是诬告 因为教会是人做的 教会也会犯罪 然后教会也会软弱 教会也会很官僚 总而言之教会也会犯罪 如果说那个人有犯错的话 教会是有必要 要去撤除他的职务 因为你不能把不洁净的人 放在祭坛上面 就像之前的那个制圣所里面 你有罪的话 你进去之前没有认罪回感 一进去 所以说你在接近神 然后去服侍神的时候 你要确保你自己的 洁净神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那在马太福音这里说呢 说讨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 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所以如果要说单方面的 从教会发出来的这个声明来看的话 他那个声明里面的确是讲 就是说他们发现小天天有问题了之后 然后牧师有去跟他讲 然后包括还有小组长有去关怀他 所以他们的确是按照这个步骤来的了 就是说如果发现一个人有罪的话 你就是单独先跟他讲 然后指出他错 他不听 你就再带另外一两个人去 所以就是当时好像围绕小天天 其实是有一些人在服侍他 然后再去跟他祷告 然后再去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再去帮他讲 但是后来呢 就是翻盘了 他就离开了 那当然这个问题 我们也不知道说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假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 但是如果要是这个事是真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处理方式 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 第四个就是神爱世人 为什么不能接纳小甜甜 这个不只是非基督徒在网路上面这样子问 我还有很多朋友 就是看了这个新闻之后 就底下就说 不是神爱世人 不是基督徒 神棍 然后就开始骂教会 然后骂什么东西 神的确是爱世人 神也爱小甜甜 神也接纳小甜甜 但是前提是他要认罪悔改 然后他要不能再犯罪 他必须要活出自己属于神的样式 而且他不能帮自己找理由 然后他更不应该聚集了一堆的人 然后来去骂教会 他不应该发声明 对 各位应该也知道 我不是对于教会体系 是一个很friendly的一个人 我觉得教会是人做的 然后教会也非常有可能犯错 我对于很多教会都有非常多的意见 但是宋一鸣他这个东西一发出来之后 我就觉得说 教会你发死声明干嘛 不是他俩都不应该发声明 对 你在发声明之前 你有没有想过 你发了声明之后 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你又想到没 就是那他发了一个声明 他发完声明 那一堆人跑去骂教会 教会也受不了了 他们这里面说的很多话都不是事实 我们不能允许神的教会受到攻击 所以我们也发一个声明 得了 他先发一个声明 本来都已经糟糕了 宋一鸣那边再发个声明 更糟糕了 一群基督徒非基督徒全部都跑出来 说出来他们就只是想要获得所有人的认同 认为说只要更多人认同我 然后呢一起去攻击这个教会的话 就表示我是对的 所以小天天当时发声明 你想想他发声明是为啥 他就是想为自己申冤嘛 对 每个人都想要人的嘴去说 你是对的 你是错的 有什么用啊 人说了没有用啊 人说你是对的 你就对了 你这边有十个人都说你对 你就是对的了 然后我这边没人站在我这边 我就是错的了 对错不是这样平反的 你这样的话 你把教会搞臭了 有没有自我认罪 自我悔改 还是说你回去在那刷着网上 我爽的不得了 这么多网友替我说话 我好了不起 我好开心 神站在我这一边 就是我们把神的对错 让人来决定的时候 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会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糕 不然你今天是宋一鸣的教会 还是小甜甜 我们如果把决定对错的决定 交给人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对错是什么 好那还有哈 在这个里面 很多艺人都出来发声 然后我觉得 有个人让我看到最凸显的 就是有个艺人好像叫白白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不知道 我也就完全不知道 我这对 就这些艺人我都不认识 那他呢 在这个里面 他也是离开了教会 他对教会特别不爽的一点 就是这些人 为什么总是叫我去聚会 他太不爽了 他说我这个工作很忙 对吧 我太忙了 我这不光当艺人 还有我别的工作 我很忙 我里面工作 我不是为了生存吗 他说居然还有教会里的人 告诉我说 哎呀 那个 你就是影响聚会的这个工作 你就不要去做了 他说我不知道 我钱哪来呀 那人说神会供应 他把这句话当成笑话 然后他下面还讲了一个例子 他发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他下面还讲 他说哦 他说为什么那些艺人 都可以在台上敬拜神 都可以在那里唱歌 我也想唱 我也想当敬拜团 为什么有的人说 白白没有资格 请问 我哪里没有资格 那个教会的聚会 你都不参加 小组插经 什么什么 导国会 你全部都不参加 对不起 你就是没有资格 你不光没有资格服饰境外团 你在教会 不应该有任何的服饰 你就应该坐在第一排 你拿个本 拿个笔 你记 今天讲到那种 到底是什么 教会决定 不让你参加服饰 完全是为了你好 完全是出于 非常权威的考虑 就是你 去的话 这样人非常容易跌倒 不光跌倒 而且 他容易跟人 产生很多的矛盾 等等等等 就是对这个人来讲 是完全 不会有一点好处 只会坑他 不会帮他 所以他就是 不应该有任何的服饰 那教会跟工作 应该要选择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是 每一个基督徒 每天都在做的拉扯 我们这个事工 就是一个 最好最好的例子 这两年来 我们没有缺乏过 我们每个月 都可以付得出薪水 永远都会有 这么一笔钱 让我们维持 我们下个月 还可以付薪水 你想要看到神机的 你真的就是 帮神做事看看 你真的就是 赌一赌 你去帮神做事 然后呢 做到你得到快乐 你刚才讲的 我不同意 是吗 我不同意的一点是说 就是 先不要帮神做事 你知道吗 对 有护照了再去做 是 你就是先装备自己吧 就像刚才那个白白 他也很想给神做事 但是他分不清 他是想要给神做事 还是想要彰显自己的荣耀 对 你想他看到敬拜团 他觉得大家在台上敬拜 他其实说白了 他这个阶段的心情我很懂 他只是想要参与演出 对 他只觉得 哦 站在台上很漂亮 然后我唱歌也很好听 我想给人家听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 抱着演出 还有唱歌表演的 这样一个心态 那他或许自己会认为 就是你这个时候 你自己是分不清的 你会觉得说 哦 不是啊 我就是想服侍神 我就是想敬拜神 他会这样以为 但是如果他真的信主生命 再成长 他再自己回过头去看 他会知道 那个时候我 不是百分之百分的敬拜神 那个时候的 我是为了我自己 要得到我自己的荣耀 所以就是并不建议 我不建议 大家很匆忙的 就进入服饰这个阶段 就是如果像白白这样的 十一奉献 搞不清楚 然后这个该乖去教会 还是工作 搞不清楚 就是这种东西 先装备自己 真的先装备自己 就是你最起码先 保证你每天有读经的时间 祷告的时间 教会所有的学习 一定要参加 很多时候我们那个 就一直会鼓励大家 说自己去读圣经嘛 现在就是发现发现 很难 你如果要是没有一点基础的话 他读不懂 他反而会用自己的想法 去误解圣经 然后拿圣经的这个经文 去真实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真的理解 圣经到底要讲什么 所以就很麻烦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 问题是出来 他们都读那种导读本 像什么 那个什么 标杆人生啊 或什么 就是你那一段 然后神说什么什么什么 他就说 对这段就是在讲 我现在的心情 然后什么什么 你如果去 你如果圣经 如果你是从头开始读的话 就像这些故事 你知道前因 你知道后果 你知道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你这个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 神这句话 在讲的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很多人 就是只把那个 圣经当毛雨露的那种 一样看 就是说 这个时候 就只看到一句话 对对对 或只看到什么 然后就完全误解 所以还是 非常需要教会里面 有教导的人 去盯着每一个人的成长 到底是怎么样 每一个人去读经 到底是什么状况 这些是非常必要的 你突然发现说 有人不太对了 就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样子 要去给他解释 那我也完全同意 你不能去为了表演 你不能为了自己上台表演 来去做这个 但是我之前是在讲说就是你真的是想要为神做事 你真的是想要 就是想要扫厕所 把厕所扫好 你就想要做一个YouTube频道 把这个YouTube频道做好 你真的是想要去非洲服事 你真的就要去 你就要把你的自己全心全力 然后你或许没有钱 你装备好了 你想要去做 但是你没有勇气去做的话 请你去做 然后真的 不要害怕 对 敬拜不是你的个人舞台 敬拜是你要跟神的关系 而且你要还要带领下面的人 来去更认识神 你自己的属灵状况要很好 而且你是要想要去敬拜神的 而不是想要被底下那一群人看着说 我吉他弹多好 对或者是这人好棒哦 对 跟所有今天讲的这些什么十一奉献啊 能不能去教会啊 还有什么这个什么发声明啊 这东西 全部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的心态在哪里 你才可以去做什么样的服事 所以说教会跟工作 你要如何做选择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选择 你如果选择教会的话 这是你的选择 你如果选择工作的话 这是你的选择 这个是非常自由的 没人在逼你 如果说你选择去工作 然后不去教会的话 就表示你看工作看的比较重 你选择去教会 然后不去工作的话 就表示你选择教会比较重 那就是神跟世界 你要自己做一个取舍 是 那基督徒要怎么样 我们当然会觉得说 你们要去教会 然后呢 你们要把神看得是第一名 然后工作的话 你不用担心 神会给你更好的工作 神会 神会 provide 给你一个时间合适的啦 对 工作 但是如果你追求的是金钱的话 那你放弃教会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到时候神说 我不认识你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整个事情 其实没有必要美化 基督徒一直在美化 工作跟教会之间 该如何取舍 或者是玩乐 跟教会之间该如何取舍 一直都在美化 就是每个人 在说这个之前 都说先声明 就我是很爱主的 对 然后之后就说 那之前我也跟你 那个讲过一个故事 对吧 就是有个人说 请大家帮他祷告 然后说 我是这个选择 是去打羽毛球 还是选择参加教会的小组 那我当时一听完了 我想说 这是怎么祷告 就是这个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你想打羽毛球吗 如果你觉得羽毛球 比小组的学习重要 那你就是选择了羽毛球啊 那你如果要是觉得说 小组比较重要 那你还问什么羽毛球呢 你知道吗 就是在每个人生命中间 你都可以做更重要的选择 你知道我们不会学习教会 因为我们就觉得 就是教会就是最重要 就是这个不需要问 也不需要别人帮你去祷告 这个是完全你自己 做决定的事情 好 还有下面一个 就是一个择有的问题 那这一次呢 他们这个新闻里面 也有写到说 这个教会曾经的一个成员 说回忆起来 说师母 陈维玲 你看其实就把师母 又拽出来的 可怜的师母 这个说师母陈维玲 跟小薰的对话 小薰好像也是一个艺人 不认识啊 反正就说 说这个师母呢 就跟他讲说 说如果这个小薰的男朋友啊 叫郑仁硕 说如果他呢 不信主 你就不要嫁给他 可能是在邀请之下 他这个男朋友 就是郑仁硕啊 就真的来了教会一次 但是呢 他就没待到最后 就匆匆的离开了 你觉得这个师母 说这个话有问题吗 就他们现在爆料 出来的意思是要 坑师母 就是你看师母 讲话怎么怎么样的 还告诉人家这种东西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而且我觉得是 非常应该要说的 我觉得 就像我女儿 如果今天要跟一个 非基督徒交往的话 我第一个就会问她说 你爸是怎么教你的 你不知道吗 然后那个人的三观是什么 你有同样的信仰的时候 你才可以有一个 共同点 你才可以回到一个共同点 不然任何东西 都是你以为跟我以为 你吵架 还有各方面的 可不可以堕胎 各式各样的东西 你要蓝的还是绿的 台湾要独立 还是要统一 然后中国要不要攻台湾 这种东西你都可以吵的东西 你唯一可以回到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不变的真理 那就是圣经 一对情侣 他们中间 如果没有任何的基础的话 相处就会非常非常极度的困难 尽管两个人 个性完全不一样 但是他们可以有找到同样的基础的话 就是他们的信仰的话 这就是他们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原因 我们认识的有牧师 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心理测验测出来 就是说 哎呦 这个师母是这个样子 然后牧师是这个样子 他们两个就离婚离定了 结果 他们走到现在 开心的不得了 他们每次看他们两个斗嘴 特别可爱 我觉得师母能跟这个小薰讲这种话 是对他很实在的一个提醒 如果你是一个好基督徒的话 你就对你的伴侣 在信仰上面还有要求呢 你不能是一个水了吧唧的基督徒 就像你刚才讲的 没有办法达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共识 我讲什么他听不懂 就是这样的问题 你说我现在跟世界上的人 的价值观怎么能够统一 这没有办法的 你就是两个人连话都没得讲 你说会不会离婚 会说出这个样子的东西 表示说师母在乎你 对啊 然后你们之间是彼此尊重的 那师母是在为了你好 然后你必须要为自己负责 你可以不听师母的 你当然可以不听师母的 但是之后的事情 你要自己负责 大家不用讲 基督徒离婚率也很高 基督徒离婚率也超级高 我上次看了好像是53% 很高 就在基督徒里面 为什么 你仔细去看的话 他们家里面他们不一起读经 然后他们不一起祷告 他们没有共同价值观 他们就是会离开彼此 师母就是要把这样子的东西呈现给你 或许你这样讲出来的话 你会很不容易接受 觉得说 为什么你要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基督徒心眼太小 是不是不接受其他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基督徒不包容或什么 没有这一切是为了你好 是为了你的婚姻 是为了你的幸福 是为了你跟那个人之后的沟通 是为了你 还有你的家庭着香 因为基督徒最重要就是建立家庭 还有建立自己跟另一半的这个关系 如果没有基础的话 如果没有圣经的基础的话 就没有办法有基础的价值观 这也是为什么结婚是一对夫妻 跟神之间的关系 是神跟夫妻 这对夫妻的这个三角关系 总而言之 师母就是有义务要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然后基督徒就是有义务 要为了自己的家庭 然后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就是找一个跟自己相对的一个基督徒 一起结婚 嗯 对 那这个整个这一团乱七八糟的事件呢 造成了很多的后果还有伤害 那首先我们看到 如果大家要是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评论区 如果各位教徒心脏够强的话 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评论区 到底在说什么 非常多乱七八糟的理念都有 但是这个造成的后果跟伤害 就是第一个不可能被忽视的 也是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 就是让人彻底的会误解基督的信仰 让信仰不稳定的基督徒也非常容易被跌倒 就会更让人觉得说 你们这个基督教就是一个邪教嘛 你们这些牧师就是神棍嘛 对吧 基督徒一看到就说 啊教会里面这么可怕 啊好坏啊 教我好坏 我再也不要去教会了 然后就根本就跌倒 对吧 你说这个事也不能完全怪教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的确在这个教会里面 很多的义人 他根本就没有被真理建造起来 那很多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他连教会他去也不去 人家关怀他 他说你来消毒 我没有时间 我要赚钱 对吧 那像这种人 你就是实在是没有办法 那包括很多去了教会的 他大概他也没有认真的再听 他也没有什么 反正就是我们看到 很多这些义人的基督徒 没有被践倒起来 于是他们在很多非常基本的方面 就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造成他们生命根本就不成熟 已经是基督徒了 还用世界上那一套 到处去互相攻击 然后互相挑拨离间 就会造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 他们生命根本就没有得到转化 或者是转化的不完全 等等等等 这是所有教会 不只是这间教会 是每一间教会 几乎都面临这样的状况 为什么 因为牧师讲的东西 其实是非常肤浅的 牧师讲的东西 其实是没什么营养的 就在说沟通的艺术 你应该要怎么样 上一代跟这一代要怎么沟通 我们要原谅77次 不是70个7次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牧师讲的东西 其实算是很肤浅 因为他们不敢去触碰到 现在真正社会上面的议题 不敢去触碰到 真正人关心的东西 不敢触碰到 真正可以翻转生命 跟翻转思想 现在的人想要知道的东西 大家去教会 教会就只是一个 大家欢乐的一个地方 我们星期六星期天了 我们艺人可以全部聚集在一起 平常上班都跟你在一起 为什么星期六星期天 还要跟你在一起 如果说教会只是一个 大家在一起的地方的话 士林林梁堂很棒 什么什么哪里哪里很棒 什么什么哪里 I'm教会 如果说这个地方 只是你一个聚集的地方的话 你其实不需要去教会 你们去其他地方聚集也可以 如果你去教会的目的 是要跟一堆人在一起 然后一起跟我们都是明星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间教会的话 那你这间教会的方向 就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说你 我们都是篮球员 因为我们都喜欢打篮球 所以我们去这一间教会 我们都是爱枪的 所以我们去一间教会 教会的目的是要追随神 如果说你的教会的目的 不是在追随神的话 如果你教会的目的 只是要说什么 我们要用我们艺人的力量 来怎样怎样怎样 我们要用篮球员的力量 来怎样怎样怎样 我们要用什么YouTuber的力量 来怎样怎样怎样 我们要怎样 来去传福音的话 那就是错的 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追求神 你只要追求神 你真的是想要追求神 然后你真的是 一心一意的爱神的话 你甚至于 人自然就会被这个样子吸引 不是说因为你是义人 如果你是因为义人的关系 所以你才创办一个教会 然后觉得人会因为你是义人 而信主的话 那那些人敬拜的是你 而不是神 而且他们没有意识到的一点 就是义人的影响力的确大 对吧 他希望义人用这种影响力 去传福音 但他们也没想到 就是说当这个义人 生命没有被转化完全的时候 他传出这个东西 很有可能是错的 不仅是传福音 而且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 就是你可能觉得说 他传福音 他是正常人的十倍或者一百倍 那他造成的破坏率 也是十倍或者一百倍 而且更大 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那第一个就是教会 一定 我觉得 这方面真的很不容易 就是一定要有关怀的人 教导的人 去注意到每一个人的 生命的成长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有必要要去做 但是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就是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去跟一个人沟通 我们想说 你这个想法跟圣经里的不对 你也沟通过吗 非常难 这个人就可以完全听不懂 或者他哪怕听懂了 他就完全不同意圣经讲的 他就有的时候同意圣经讲的 有的时候他又不同意圣经讲的 等等等等 这个是非常难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教会里边 真的要有非常 有爱心 非常有耐心的 真正明白圣经真理的人 去教导 去关怀 而且要相互的提醒 他们脑海里的思想意念 以及他们的行为举止 与圣经真理不符的地方 那还有一个 就是人真的要认罪悔赖 就真的要知道自己哪里做的不好 就说我做的这些跟圣经不符 那他就要顺服神了 很多人不顺服神了 不符咋了 这你知道吗 就不是一样不管了 那很多时候你要顺服 你知道说你跟圣经 或者你跟神说的东西 不一样的时候 那我要破碎的是我自己 而我不是要找千方百计的东西 去支持我自己这种想法 因为你都已经明明知道 圣经讲的不是这个样子 破碎你自己 然后顺服神的教导 这样你才会更上一层 不然的话没有办法的 不然的话你就会 一群悖逆的 然后乱解圣经的人 去那个随便抹黑教会 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还有一个就我们发现 大家参与教会政治 真的是乐此不疲 教会政治是一个 非常可怕的东西 那个影片下面 有讲到一个就是 你们这一集做得很好 因为你们都不讲政治 只讲信仰 我告诉你 你们最喜欢政治 但是你们参与的是教会政治 你们教会政治 参与的比谁都还要多 你们只是喜欢 攻击这个攻击那个 而真正现在在发生的事情 变性 政治 同婚 政治 教育 政治 堕胎 全部都是这个样子 你把所有 你不想要通的东西 全部都变成政治 然后你教会政治 你玩得最严重 每一个人每天在那边勾心斗角 证明说 哪个才是错误的基督徒 每一个教会就在那边指控 我们听说那个教会 我们听说这个教会 我们什么什么 这个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问题 教会政治是非常可怕 所以透过这个新闻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么多这样子的政治角力在那边发生 好 那希望看完这个节目 大家有明白 我们没有再帮宋一鸣 我们也没有再帮小甜甜 我们只是看到这样一个新闻 把现在基督徒的 在做的事情 或者是缺点 或者是不足 我们拿出来说一说 更是要矫正一些 他们对圣经真理的误解 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 而且要让大家看到 就是我们现在传福音的状况 因为这种事情的发生 变得更加的艰难了 我不知道现在在台湾 我们很多观众都是台湾的嘛 也不要因为这种事情 就气馁或者是妥协 还是要继续去传福音 或者是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 很多人对于基督教 有更大的误解了 不过没有关系 靠着神加力量 一定可以赢得更多的这个灵魂 那当然也希望 以后不管是说这些艺人也好 或者是什么什么也好 或者哪怕就是我们普通人也好 碰到这种所谓的 什么谁离开教会呀 谁怎么怎么样的这种事情 就Let it go 就让他们慢慢的就销声匿迹吧 因为这种事越残火越大 到最后得到的结果 只是会让主蒙羞而已 只是这个样子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或者是你看到他们这个有很多 已经信主的艺人 讲出来的很多很夸张的 与圣经真理不符的事情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任何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菲莉莎 我是伊萨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